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就知道了 今天行情会怎么样走 今天是直接开钩 紧接着就不回来了 收盘大涨102点 比较可惜的是量624亿 大家不敢买股票 我也想不懂 我也想不懂大家为什么不敢买 上个礼拜台北股市跌了144点 大家惊得要死 大家吓死了 惊得要死 惊得大家欲买台股票 我想不懂你们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 你看礼拜五融资大减13亿 一般来讲 融资如果一天少个3亿5亿 都是正常的 融资一天减少10亿以上 就是比较大的手笔 所以看融资的变化 可以感受到投资人心里面的想法跟感受 昨天礼拜五的时候 融资大减13亿 林田业一直鼓励你们 心里要静 心里要静下来 你才不会去做错决定 对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大涨了啊 你如果真的看不懂指数 会不会指数影响 你就看个股就好了嘛 指数你就不要看了 指数林田业帮你拿捏方向 你就好好选个股去做就对了嘛 否则你上礼拜五股票被洗掉 那今天大涨怎么办呢 是不是麻烦了 对 是不是麻烦了 礼拜五欧美股市都大涨 你看德国这已经消掉了 可是我想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德国 英国 法国 这个涨幅都超过2% 都涨了140点 150点 那为什么礼拜五欧美股市会大涨 相信大家也应该都清楚 美国发布了8月份非农村的就业人数 增加15.1万人 原本市场预期是会有18万人 结果低于市场的预期 同时7月份是增加27万5千人 哇 也是减少了12万人 所以失业率本身从7月的4.8% 攀升到8月份的4.9%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市场大家都认为 9月份升息的可能已经是 违不其微 可能应该会递延到 12月份才会有升息的动作 那其实这完全都在预期中的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明明就业市场 多增加15万人就业啊 为什么失业率是拉高的 照理讲就业人数增加 失业人数就会减少嘛 对不对 那失业率应该是降的啊 可是为什么反而就业人数增加 失业率是攀高的 有什么 这个情况在我们7月份的时候 已经发生了 我们在我们台湾7月份的 失业率攀升到4.02% 可是7月份的就业人数 总共增加了2.4万人 台湾7月份的就业 新增就业人数增加 2万4千人 那为什么就业人数增加 失业率也提高 因为7月份的毕业潮嘛 6月底7月份大学的毕业潮 新进到职场的人数 大幅增加嘛 那你大幅增加的时候 你新增就业人数 如果没有办法 把这些人给消化掉 超越这些新增加人口的话 那么失业率一定是攀高的嘛 所以每年的7月跟8月 失业率往往都是会攀高的 这个情况已经行之有年了 所以在礼拜五的时候 台北股市跌 我们早就知道 发布出来这个数据 一定是一个 让大家能够安心认为 升级时间表会延后的数据 所以你看外资 在礼拜五的时候 它已经重压台股了 它已经重压台股了 美国道琼虽然只涨72点 可是你看KT指标 刚在30附近形成黄金较差 我想出现这样的讯号之后 大家都知道 将是一个新的波段的攻击 将是一个新的波段的攻击 所以礼拜五的72点 这个才刚开始而已 费城办导体 已经率先创新高了 费城办导体 已经率先创新高了 已经率先创新高 所以包含今天整个亚洲股市 也全部都红通通的 像南韩一趴 日本 日本上礼拜 上礼拜的时候 日本已经大涨了500多点 第二拜日本 日本涨了500多点 今天又涨111点 你看香港间 香港间涨了 最多涨了超过400点 香港上礼拜涨357点 涨1.5% 这礼拜又涨了400多点 我们来看香港的图形 香港早就冲出去了 香港是不是冲出去了 已经提前冲出去了 全球股市上礼拜台北股市 最弱 我们第八高期 第二个星期就有100市的市量 我们是最弱的 我们是最弱的 大家不知道在听什么 哇 左肩 头部 右肩 要死了 大家都看到涨了1200点 又一个左肩 头部 右肩 要死了 所以大家走在台股票 我搞不懂 我搞不懂 当你要看坏的时候 你看看国际环境嘛 上个礼拜 全球环境是不错的 日本尤其大涨500多点 香港大涨300多点 而且预估失业率 应该是会微幅提高的 所以后面数据要发布 怎么你吓得自己在砍股票呢 所以上星期后 外资 趁着行情压回来的时候 大买台子旗 买了2093口的进多单 总数来到77888口 所以可见得外资 人家在数据发布之前 他已经先重压多单了 我相信外资的看法 应该是跟领和验一样 人家不是像在看山顶啦 人家养了那么多的分析师 养了那么多的产业研究员 他们一定从基本面下去研究 从基本面下去研究 可以看到 美国发布出来的数据 一定是失业率会提高 要升级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所以人家事前已经重压 你看上星期后 自营商大卖60亿 我们散户融事业大卖 今天一大涨之后 全部都傻眼了 今天成交量625亿 大涨量625亿 可见很多人还是不敢买 这种也是不敢买 有什么不敢买 礼拜五股票被洗地 今天开高大涨 怎么会买得下去呢 那你不敢买的 我请问你 如果他不回头 你现在要等他回来 如果他不回头直接冲 怎么办 如果他不回头直接冲 你怎么办 有这个可能吗 股票市场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股票市场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 八月份台北股市两个大量在哪里 你知道吗 台北股市八月份两支大量 两支大量 这支大量 一支大量是在 八月份的第一支大量 是在 九千零二十五点 第一个大量在九千零二十五点 第二个大量在九千一百二十五点 我自己自创计量图 我自己自创计量图 计量图它在看行情是超准的 所以我用计量图在看行情 所以行情 我能够直接看到 也安安安安 目标在什么地方 这个有空你们想学 我找时间再教你们 我只简单告诉你 八月份台北股市两个大量 一个在 一个在九零二五 另外一个在九一二五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一开盘之后 今天最低点九零三二 礼拜五收盘收在 八九八七 礼拜五收在八九八七 今天开盘九零三二 一开盘就开上九零二五的大量 所以当一开盘站上九零二五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今天这个行情是一路涨的 因为那个大量一越过之后 行情就一路冲了 今天收盘收在九零九零 收在九零九零 距离下一个大量 九一二五 春差三十几点而已 剩差三十几点而已 如果九一二五跟前面的高点 九一二五跟这个高点九一三六 如果过的话 如果过的话 我直接告诉你 会冲哦 你就不用再看九千二了 九一二跟九一三六如果过的话 是直接冲的哦 会冲到九千五月 会不会 你不要说不可能哦 你等着看哦 他如果九一二五过的话 九一三六过的话 会直接冲到九千五月 你等着看 那怎么办呢 如果这一幕出现的话 你怎么办呢 你的股票被洗掉等怎么办呢 你手都没有股票等怎么办呢 我只能讲 赶快买 金螺会 赶快买 你如果担心指数的人 就不要看指数 完全找个股做就好 好 完全找个股做就好 当然 量六百多亿 没有量你不能乱买 有量 很多强势股你很好做 量越少 强势股越少 所以你不要去找那种 没有主力 没有特定人在里面的 你抬下去 丢在那儿 卡在那儿 反正更麻烦 对不对 涨高的股票 你也不够摸 因为涨高的股票你跳进去 到时候主力 把人股票倒出来 你专门跟他搬手 你反而也是很危险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那种 高获利高成长底部 刚起涨的 刚起涨 他如果在主底的你也不能买 因为在主底你买下去 他如果跟你拖个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 你会被他磨死了 你就被他磨死了 所以你要一定要找那种 底部刚起来一动的 刚动的股票 这样你才有办法跟上这一波的列车 你才有办法跟上这一波的列车 我今天特别帮大家准备了一份 今天特别帮大家准备了一份 高威强强强棍 九月 高威强强棍 去的股票不用多啦 会涨股票两档就够了 这两档股票都不是在主底的股票 这两档股票都是刚刚已经开始动了 从底部开始已经动的股票 限量三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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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单进来免费的索取 打单进来免费的索取 我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你要买 不是买那种还在主底的股票 因为在很多人现在已经 做国家做法没空了 对不对 所以上礼拜五小抬起来 国家就睡了 今天开关了又三夜又不敢追了 所以没空 尽量已经做国家做法没空了 为什么做国家做法没空了 因为常常输嘛 输一次 胆子就少一分 输两次就少两分 一直输 输到费就没空了 加上一直输钱越来越少 钱越来越少你也没空了 那怎么样改变呢 你就是要赢嘛 怎么样赢 你不能买进去 然后套在那边 套到最后 磨到你没信心了 你抱不住了 航行再走 你一样赚不到 你一定要买那种 一买就涨 一买就赚 赚一次信心增一分 赚两次增两分 一直赚三次 赚四次 赚五次 你大就知道啊 你钱就增加了 自然而然你就敢做了 所以这部位勾表一定是哦 买了之后 马上两天之内能够冲出去的 我举例子哦 比如说 2383 我举例子2383哦 你看2383我在这里买的 我大概14块 55块吃完 买了之后 它涨到62又打回来 是不是就在这里盘 一个月的时间就在 55跟62这里盘 那你如果说买在这里面的 它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 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 跟你盘了一个月 你信心就没了 你就破掉了 那后面是冲出去了 后面我们总共赚了七十几% 到现在还没有卖 我不是叫你去台光店 台光店你们都知道我的操作 我是告诉你 台光店我们一开始接进去的时候 它就在这里起起伏伏 起起伏伏 在考验你的信心 对它的耐力 对它的信心 你如果信心不够的 不过现在已经完全没信心的 你一卡式一步就只能勾票 到后面这铺出去了就贪不钱了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是一买就赚 一买就赚的 我举这个例子 你看哦 我们军要做两次了嘛 第一次一买就赚 压回一买就赚 这三十%这二十七% 第三次 我们在六月底 七月初的时候 六十块钱一买 就涨上来 涨到六十七 参加除权 除权后 六十块钱再买 最低好像五十八 所以六十块绝对买得到 除权权一买 诶 它又上了 涨到七十 压回六十五 一买 诶 它又上了 是不是每次一买它就涨 一买就赚 一买就赚 参加除权之后 回来一买又赚 压回六十五 一买又赚 上礼拜最高的要七十三点 七十三点多 所以外医中 你要买你一定要买这种 不能买的让它在那边 嘎来嘎去 泡来都好去磨完磨去 那个对有信心的人无所谓 因为有信心的 他股票破得掉 足底 股票它抱得住 后面它会大赚 可是如果你现在已经 股票被洗光 而且没有胆子的人 已经没胆子的人 你一定要做像我们军耀一样 一买就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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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股票贪得对 你股票贪得对 这样懂我意思吗 我今天特别为大家准备 这两支股票 高威抢抢棍 去的股票没多 两支就够了 共的股票没多 两支就够了 这两支股票都是获利一等一 尤其股价在底部的 你看第一档 头一支 营收连续三个月 已经连续三个月 创历史新高了 已经下山三个月 创历史新高了 每年的8月9月10月 是它营运的高峰期 所以很有可能后面 不过高的10个 都还会继续创新高 结果股价现在还在历史底部 已经打在打 七个月了 垃底打了七个月了 今天正式冲出去 第一次有成高了 四千张 惊力一万两千张 今天一万两千张 正式突破七个月大底间冲出去了 这头一支 获利一等一 股价在历史底部 底部打完之后 今天放大两倍冲出去了 同时营收已经连续三个月 创历史新高了 第二批 第二档是属于比较偏低价的 可是偏低价并不代表 它业力一万两千 是泥碳八千 一年赚八块钱 每年八月到十一月 它的营收都会一路走高 十一月会创最高 八月是一个开始 八月是一个开始 所以每年它的股价都会从八月开始涨到 十一月十二月 这家公司的负债二十一% 毛利三十五% 潮重案很好 流动比例六百一十% 公司手中一摸摸地 手中现金很充裕 那更重要我更喜欢的是 它的存货只有1.1亿 1.1亿什么意思 它第二季的营收有15亿 营收15亿存货只有1.1亿 算下来存货天数只有六天而已 只有六天而已 你知道它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上礼拜三它的成交量 第二礼拜三的成交量 一千三百张 礼拜四 两千六百张 今天超过四千张 今天超级四千张 今天也去四趴一胸 这些股票目前赚八块 股价四十几块在历史低点 连续三天营收都是倍数倍数倍数在搬 都开始而已 都开始而已 这两支股票两天之内一定会冲出去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这两支股票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但是要帮你赚钱 除了赚钱之余 更重要的是要帮你建立信心 经常做股票做到没有信心吗 我今天这两支股票 纯粹是会要帮你建立信心 信心建立了 你才有办法 长长久久一直赚钱下去 不着不信心不当 股票破坏掉 两三手就会碎掉 两三手就会碎掉 永远赚不到大钱 这两支股票 就是要帮大家建立信心的 开始启动 一买两天之内就会冲出去 打仗进来 信量三十分 打仗进来免费索取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适生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